欢迎收看小高回来了 球迷期待的张继科回来了 众所皆知 在经历了和景田的事情之后 张继科人设崩塌 一度消失在球迷的视线当中 而在过去的一年中 张继科虽然回来了 但是更多是以基层乒乓教练的身份处于幕后 哪怕是直播 张继科都很少主动发声 国际拼谈历史上最快大满贯获得者 显然如果张继科一直在一个俱乐部担任基层乒乓球教练 真的是大才小用 张继科的才华和经验也会就这样被白白的浪费 所幸的是张继科没有让球迷失望 在沉寂了一段时间 张继科官宣了自己的大事 在经历了前期的筹备之后 张继科官宣了自己的喜讯和新事业 那就是张继科不仅仅是乒乓球教练了 4日张继科筹备许久的张继科球馆正式开业 张继科正式上任了乒乓球球馆老板的新岗位 创办了自己的球馆 张继科将迎来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众所皆知 此前退役后的林丹也是从创办球馆开始 到如今创办了自己的联赛 在各地推广着羽毛球 而如今张继科也是迈出了这一步 虽然张继科创办的球馆目前只有一家 但是从张继科球馆开业的盛况 球迷的支持 我们想象未来张继科很快就会有自己的第二家 第三家的球馆 未来张继科也有机会效仿林丹 将自己的球馆开到全国各地 众所皆知 此前有媒体人爆出 张继科正在筹办高校乒乓球联赛 张继科想要更好的推动体教融合 激活出高校这一块土壤 而如今张继科球馆的成立 正是最好的契机和未来活动开展的载体 迈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讲真的 这一步或许也是张继科国拼的队友 刘诗文 马龙等人所期待 众所皆知 当年刘诗文一度和张继科传出了废文 相信当年的刘诗文 除了张继科的性格和外貌一样 之所以会和张继科走在一起 更多是因为张继科对于乒乓球的热爱 而如今看到张继科重返热爱 刘诗文一定也会张继科祝福和期待 特别是刘诗文 作为国际拼联运动员委员会的一把手 自然会更加期待张继科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续